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什么叫做虚拟化和预计算呢 我们简单做先介绍好了 什么叫虚拟化 各位 你们都用过虚拟机了 用过了 虚拟机是现在每人都用了 虚拟机是干嘛 咱有了一台真实电脑当中 模拟是有另外一个操作系统的 那么 各位 我问你 你的虚拟机能够把你的真实电脑的所有性能都占用了 假设我说 我的内存是8个基 我的硬盘是一个T OK 那我问你 我最少 我最多是只能给我的虚拟机分配 750兆内存 因为我的温7 还需要最少500兆内存来做运行 当然 它跟你的操作系统 占楼拉内存有关系 有些操作系统是占了很多 有了温小 那就是说 我的虚拟机 它的资源是可以调整的 但是我最大可以给它给 750兆内存 没错吧 我最大可以给它给900兆内存 这个用盘 我假设 可不可以 好 那现在 我们先拿 我们说 那你一个这个虚拟机 然后呢 把你的绝大多数性能都放在这个虚拟机里 能听到我的说什么 然后呢 咱们能不能把咱们的虚拟机通过连起来 能听到我的说什么 什么叫虚拟化 所有的核心技术其实目前看都是较马逊开发的 当然 Linux也在做知识 Linux也在做 但是 Linux他想一个要慢一点 现在的主要技术极度的较马逊 OK 那他比如说 较马逊 他干嘛 他去全球采购100万台付钱 假设 其实可能数量卡比特 然后呢 我们在全球去搭建数据中心 亚洲的在日本 OK 他在每个周都去搭建自己的数据中心 然后呢 假设 每个数据中心里面去放50万台服务器 听懂了 然后呢 他把这50万台服务器干嘛 哎 几层是不是就是 50万台服务器 啊 没错了 那 每一台服务器 他装成虚拟机 他这个虚拟机 这是虚拟机 他是不是只能占这台服务器真实性能 假设90% 能听到 但是 如果我们用的普通的虚拟机 只能个人挪理自己的虚拟操作器 它的好处是方便教学 能听到 但是虚拟化可以干嘛 把这些所有的50万台虚拟机的性能 连接下来 明白了 说什么 好 然后 组件成一台超级计算机 它在内存口的视级 P比 甚至Z比来进 OK 然后呢 硬盘可能是一个更高的这个1比 这个级 其实我记会了 我这个东西倒在我上我就晕了 我到时候我会 有张凡天片尔告诉你们 一这笔是多少T比 一气率是多少E比 一一笔是多少T比 一P比是多少E比 OK 应该这后也没说错 应该是这个 反正就是,反正因为现在是更重要的气力,之后呢就是概念的东西,听懂吗? 那我们说,总件这样的开超级电话。 那我们说,咱们中国有超级计算机吗? 有,有。 前段时间什么飞飞样样,什么曙光之类的这些东西? 啊? 国有吗? 深蓝之毛? 对吧? 那我们,对于任何国家来讲,一个超级计算机,是一定是它的核心战略性点。 啊? 跟核弹一样吗? 你们普通的公司能用吗? 核业机构能用吗? 用不了,那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采用这种技术? 啊? 把我们的50万台服务器的性能是不是连接起来? 组件的是不是就是一个不虚拟的,其实还是有差距的。 他们之间,其实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好,我们就说吧,最起码是比我们普通服务器要强大了多了多了多了。 没错吧? 好吧。 我们,我作为个人来讲,或者作为公司来讲,我用得了这么大的超级计算机吗? 我用不了吗? 用不了吗? 用不了吗? 那好。 这是什么东西啊? 虚拟机吗? 啊? 虚拟机的话,它既然能够合成,我们还能切分吗? 能吗? 什么意思? 好。 现在我是不是拥有了一台超级计算机? 理论上来说,它的内存、硬盘,包括内存资源,是不是都是无限的? 然后呢? 好吧。 我是不是亚马逊,我准备好了这东西。 然后呢? 你干嘛? 你做这个公司,你给我付钱。 然后你说,你需要多大的资源? 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CPU类似的计算资源? 好。 需要多大内存? 需要多大的硬盘? 需要多大的盖宽? 你告诉我,你说。 然后你告诉我之后,我告诉你,这需要多少钱? 你只要付钱。 OK。 简单了。 我画一块。 能不能? 通过网络把它传给你。 你是不是用出去玩了? 能不能? 你把你的网站,本来我们打网站,是不是需要自己去买一台封信? 把你的数据是不是放到网站上? 把网站放到机房里,用增进的IP和代宽式的网站? 现在不用了。 你把你的网站是不是直接放在我的虚拟服务器群上? 啊? 啊? 然后呢,所有的客户呢,是不是都可以直接访问? 啊? 他访问的是我的贷款,我的资源,你只要给我付费就可以了。 能听吗? 有好处吗? 有吗? 有。 最大的好处。 其实不能说最大的,我说第一个好处。 是吧? 成本金银。 为什么? 第一,它的服务器是不是偏量才高? 它要比我们单独去买是比较便宜。 第二,它的服务器是要合算时间的,也就是说不是买来之后就要卖。 而是什么? 我这台服务器可能营用就要用20年,成本是比较平台的20年里。 您刚刚说什么? 啊? 这个其实不是最大的好处。 那我们说啊,成本还是有可能的。 咱们兄弟联的这个服务器没有采用这种基础。 我们用的是啥? 我们用的是啥? 买了台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是在07年,09年买的。 当时才卖两万多。 现在看就跟狗是一样。 但是当时还是很贵的。 买完之后呢,一次投入两万多钱吧。 然后,我们的服务器是不是需要贷款IP地址? 还要有保存空间? 咱们在上帝租入人间的机房里的这样一个机位。 我说实话,这个机房是我见过的相对人所调查的机房。 它跟我们当年使用的专业机房完全不发比。 但是,我说,它一年的托管服务费用大概是八千多钱。 我们的贷款大概是四岛,要用八千多。 应该算是很便宜了,应该还算是很便宜。 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个服务器的资源,包括我们现在的仿佛量,转移到亚马迅云上。 转移到亚马迅云上。 那么,我们一年的成本大概就会降到两千多块钱。 便宜了吗?便宜多了吧? 而且我说,亚马迅云其实是什么? 它这种虚拟化,它有一个其他的火处。 它可以随时交流。 啥意思? 我晚上六点开始,访问人数增加。 我写小本,让它带宽增大。 明白吗? 我原先晚上半夜,我只用一兆带宽。 明白吗? 白天访问量大的时候,我把它升级到五兆两。 能力解或者四兆两。 能力解? 动态学成本能力呢? 它会让我的成本最小化。 明白吗? 你能力解释出来吗? 而且,还有好处。 大概在年前,咱兄弟俩的官网瘫痪了一次。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瘫痪了一次。 瘫痪了一天的时间。 十年一样。 那段时间我们的网站被攻击。 攻击之后呢,导致我们的成年级登陆进去。 然后呢,我们就给企划打电话,把电源计算机重启。 我说过这个事儿了,我说,计算机不允许的吗? 它这种重启的时候非常危险,导致硬盘损坏。 当时登陆上,半夜8点多,我都回家了。 其实我说,我去后学乖了,只要回家了,你把手就关了。 打电话,说,网站登陆上? 我说,登陆上了,那我有啥? 我说,重启来。 那那个网站说,就是重启之后一动伤。 然后,他发了截图,把机房给弄了截图。 一看,硬盘丢了。 我说,完了,这天就得去。 我说,明天去就去。 不行,现在去。 十一点,我们跑的机房。 然后,一看就修了,把硬盘拆回来。 然后呢,把硬盘换了一块,重现了。 导致我们的服务断了整整一天,24个小时多。 明白? 好了,那我问你。 如果我们把我的网站迁移到样马逊临上, 好数是什么? 这是虚拟机啊。 虚拟机的好数是什么? 你们都用了一个礼拜了。 啥扯的? 虚拟机好。 快照,知道吗? 记得吗? 学校在说什么? 出现问题了是吗? 数据是不是彻底损坏? 系统直接崩溃了。 OK,你需要重庚。 重庚一遍,我说是非常浪费时间。 而且是要大环境考数据是吗? 好几十个数据都要考一个小时。 明白? 那好,我们现在只要干嘛? 每天备份一次快照, 然后呢,把多余快照删掉, 只保留近几天的。 明白? 出了问题, 恢复快照五分钟就有限制。 而且,所有的其他的问题全部消失。 彻底捏。 好吧? 好吧。 还有,我说, 如果我们买了一天信息, OK, 硬盘坏了。 数据是有点丢啊。 啊? 我们上次就丢了一周的数据。 为什么? 我们是已经终于一次备份。 上周备份了, 这周说的还没备份数据, 硬盘就坏了。 然后,待会是什么? 这周所发的所有论坛的铁子, 我们做的更新这些东西全部消失。 啊? 那好,各位, 人家是快照被分, 是原料比你手中去复制被分是比较多, 方便得多。 能不能啊? 还有, 我问你, 我说啊, 我们硬盘坏了, 数据是个铁定就消失了。 我说过, 你们这种数据找回, 你就不要想。 一些复杂性的错误, 数据找回基本是不可能。 OK? 能不能啊? 到我说, 对亚马逊人来讲, 才有可能出现硬件不溃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那比如说, 仅存只有五十万台服务器的假设, 啊? 啊? 我倒了一千台。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有吧? 有。 好。 我的数据会丢吗? 好。 好。 都会的。 原理也好。 我说, 我们在很早以前, 就实现了数据融入的这个做法。 就是我们后来讲的root, 什么意思? 就是, 假设我有三块牌, 我的数据三块牌组成了一个分区。 一个分区。 OK? 然后呢, 我数据放在这个分区, 它的好处是, 为什么要用三块牌组成一个分区? 好处是, 任何一块盘, 出现了物理错误。 这块盘错, 坏了。 OK? 我只要把它拿出来, 拿一块新盘紧搏来, 它会依赖甚至两块盘的数据, 把这块盘的数据给算出来。 能听懂吗? 比如说, 坏一块盘的数据会丢吗? 不会。 但是坏两块盘就行。 听懂了啊? 坚多指的坏是吗? 但是我说实话, 同时坏两块盘, 这个人品值一般不会出现。 像我这个人品值比较差的情况下, 我也没碰过。 OK? 但是我说, 亚大区的这个东西, 要比它的数据中心要强大得多得多。 这种情况, 就留下来说, 就算是整个亚洲数据中心, 日本直接沉了, 日本这个地震沉了, 整个数据中心小时, 我的数据也不会都是。 能听懂吗? 你要不去挂大了, 那是另外一说。 OK? 听懂吗? 好了, 这是第二个好处。 我们那儿, 零计算, 虚拟化会导致我们什么? 第一个是不是成本降下, 第二个呢, 数据的灵活性、 稳定性、 安全性是不是都会大了增加? 啊? 啊? 还有我们说, 现在是什么? 我们可以拿我们的互联网, 这个东西啊, 如果没有互联网支撑, 它只是天方夜谈。 但是, 我随着我们互联网呢, 这个带宽的越来越庞大, 或者说, 我们带宽速度越来越快, 能听懂吗? 导致我们这个东西, 是现在变成了一个, 相对来说, 这是应该说是会比较处急的这样的技术。 能听懂吗? 其实, 说实话, 云基酸这个概念吵得很猛, 你们是不是都听了很多年了? 啊? 但是我说, 你们读入行, 什么叫云基酸, 你知道吗? 完全不知道吧? 其实说, 云基酸对普通用户来讲, 你们可能不一定能感觉得到, 你们访问的网站是不是还是网站, 打了游戏的时候还是有线, 下载了电影的时候还是电影, 对吧? 只是呢, 原先是要从真正的服务器上下载, 现在呢, 是不是从亚马逊云, 或者其他的阿里云当中, 从云里下载, 能不能啊? 但是我说, 它会让我们一样一些, 底级企业的超级运算得到实现, 我说啊, 虽然我们之前说, 我们搭了几千台一个服务器集群, OK? 但是我说, 当我的集群数量一旦增大之后, 它之间就会有性能损失, 那或者说, 搭建越大的计量的集群, 你需要的这个技术是不是就完全不同? 那用虚拟化来实现的话, 它会让他们难度降低, 明白吗? 我说什么? 我只要扩充一下, 每个人来说, 我说可以无限的扩充, 明白吗? 当然只是理论点, 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的。 那我说, 我之前就说过, 越是上层的技术发生改变, 比如说, Office升级了, PHP升级了, 它影响的人数数就越少, 是不是只有使用这种人数才影响? 但是越是底层的技术发生了患战, 改变, 比如说, 计算机的出现, 是不是影响了整个人类时代, 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社会? 我经历过的是什么? 互联网的时代, 明白, 咱们国家从99年第一次接入互联网, 99年, 97年, 记不太清楚了, 97年, 然后呢, 我大概是在99年, 2000年我就上过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你们现在离开互联网, 活得了吗? 我们原先啊, 我们在304年口训的时候, 我还要给学员举例, 说, 你如果离开了互联网, 你会怎么办呀? 你看, 你这个不行了, 那个不行了, 因为那时候网络不是太不行, 它感觉不到, 就跟今年我给你们讲课, 我说, 你们离开了互联网, 你们这个不行了, 那个不行了, 是不是好多生活里的影响, 只是你感觉不到, 因为它对你们来讲是不是不是透明的? 但是今天来说, 我问你, 如果没有网呢, 你是啥感觉? 基本上我说, 就跟没有电了是一个感觉, 没错吧? 但是我说, 这是第二次时代格, 第三次时代格是什么? 就是, 云基酸的出现。 各位, 这个虽然不像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么底层, 但是对绝大多数用户来讲, 是不是也是底层技术的更改? 所以呢, 它会影响整个时代, 比如说, 你们为什么需要手机? 有人预言啊, 你说, iPhone 8s, 是我们能用到的最后一代手机, 按照苹果的这个习惯是什么? 一年一代吧, 今天是不是就该iPhone 6s吧? 明年是7s, 7s, 8s, 8s, 5年。 OK, 我说, 说你五年有点极端, 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超过十年, 在今后十年你们一定可以看的, 是吗? 我说, 你们以后都不再需要手机了, 为什么? 你们要手机干嘛? 现在只是打电话吗? 不可能了吧? 要手机干嘛? 移动了多么几个端端吧, 它要比我们带一个笔记本, 带一个平板电脑是要方便, 所以是不是现在变得异常流行? OK, 但是, 还好媚你 这一点开门的话可能是嗯的吧? 一天 我看一下 你当 Katherine בה离乱 不为什么 划